大家好,我是龙道 有粉丝在问一个问题 他说我们每天的衣着颜色 需不需要特别的讲究 其实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要分场合 比如说日常的工作啦 休闲等这些情况是没有必要 去根据自己的八指五行 研究它的形容三颜色的 因为这个东西太复杂了 我们不可能说每天不停的去搭配衣服 这也是比较麻烦的事 只有什么情况下 我们需要去做了 就是去做一些比较重要的 一些决定的时候 比如说去见一个比较重要的人啦 或者去做一些商业谈判 等这些大事的时候 我们可以查一下自己 当天的适合的颜色 这样的话会有一定的助力 低着颜色本身是一个好事 但是你把它运用到每一天当中 反而变成生活的一个累赘 所以说没必要 根据具体的用途来进行选择就行 好了这个视频就讲到这里 希望对于大家有帮助 我们下期待的时间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待的时间就讲到这里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